各位好,我今天來重拍影片 因為之前我錄製關於按鍵精靈基本腳本的寫法 那我忘了開麥 好,那廢話不多說,我們就開始 首先你要先安裝按鍵精靈的電腦端跟手機端 那連結都會附在影片的說明那邊 那電腦一定要安裝這個介面 然後手機的話安裝這個APK 那都安裝好過後呢,電腦的因為我沒辦法用Applocal來開 所以我是改Unicode的語系 所以部分的按鍵還是亂嘛 不過基本上我是能認得啦 那按鍵位置應該都差不多 那所以就沒有什麼問題 好,那麼我先基本介紹一下按鍵精靈的功能 首先這個按鈕就是新開腳本 那這個按鈕就是開啟腳本 那它開的腳本呢都是電腦裡的 如果是朋友給你的檔案 你需要利用這個按鈕導入 它給你的副檔名通常都是MQB 所以你就導入開啟MQB檔案就可以了 那我這邊沒有文件,所以我就不示範了 好,那麼,呃,我有先寫好今天我預計交各位的腳本 在它,那你就從這邊你就可以查看到最近你有動過的腳本 那我再開,我就是要張貼過去給各位看的就是新的介面這樣 好,那,那我在等它開啟的時候 它開好了,沒關係 那如果你要調適腳本的話 那麻煩你把手機的開發者模式開啟 開發者模式怎麼開,請自行去Google 開啟過後呢,打開USB偵錯模式 那麼這樣就可以了 那我是採用一樣我之前推薦過的夜神模擬器來實作 夜神模擬器的話 基本上模擬器一打開,這邊就會連接上 那如果沒有連接上,就會顯示成這樣 那你點下去的時候,它就會開始搜索 你有和電腦連接的手機 那搜索完就有個清單 那我現在這個模擬器它名字叫Android Knox WUSB 那我就雙擊,它就會連接上去了 連接上去以後,這電腦跟手機就會同步 所以你就可以開啟這個抓抓這個工具 點開來以後 那我按截屏 它就會把螢幕截下來 那接下來你點 剛開始介面會是這樣 你點這個放大鏡 點開,就會有個放大器 那你游標移到哪裡就跟到哪裡 同時會顯示坐標跟顏色 這個稍後會用很多很多 這個算基本已經快算是必備功能了 那抓抓這個工具怎麼用呢 你截屏這小方塊按下去的時候 它有截屏1到10次 這是用於瞬間動作的時候你可以用 那這個就顧名思義 新標籤中打開圖片 你有打勾的話 你每截圖就會新開啟一個標籤 那這個就看各位怎麼運用了 我通常是不開 因為這個短暫動作其實 手腳快一點是可以跟得上的 因為我這個遊戲它 不太需要瞬間動作 那麼這個抓抓工具還有一個功能 各位有看到這邊有登記幾個點 我先把它全部清除 這個就是全部清 這個就是清除 它總共有1到5這5個標籤 那你按下叉叉的時候 只清除1或2 看你開哪個就清哪個 當你按下這個的時候 它就會把所有的登記清掉 清掉 那要怎麼登記上去呢 在隨便一個點上 就是你找的點按右鍵 加入到點1到點10 隨便你點 點下去以後 假設我現在加入這個點 它就會把你的座標跟顏色 全部記錄下來 那定位起點是什麼呢 目前它的00是定位在螢幕的左上方 螢幕左上方 那如果你今天的00要定義在螢幕中間 那你就滑到中間的位置 按右鍵加入到定位起點 那麼你中間就是00 那其他它左上角就是負數 右下角就是正數 以此類推 那麼你要怎麼去除掉定位起點呢 很簡單 這邊全部砍掉 這邊也全部砍掉 自動填0 你的座標就恢復正常了 好 那麼接下來呢 我們就開始實作腳本 首先一樣開啟遊戲 那我剛剛已經開好了 那我今天做的腳本的動作很簡單 我先給各位試 給各位試跑一次看 那試跑怎麼跑呢 點這個播放的按鈕 點下去以後它就會跑出這界面 按下這個按鈕它就會開始播放 那麼這個按鈕它給它叫調式 當你腳本確定穩定之前都要掛調式 來調整你的你的動作有沒有對 那麼按下播放過就會開始 這個就會暫停 按下這個按鈕就會暫停 暫停同時它跟你講它停在第幾行了 好那麼按下這個按鈕就會停止 那這個按鈕和這個按鈕通常比較不會用到 但一個是跳行一個是跳韓 跳一組 一組就例如說Do韓式或是If韓式之類的 那這個我比較不常用 那各 我通常的做法是 停止偵措 那看看說我跑到哪裡 然後把它註解掉 稍後我會講怎麼註解 那麼我 我就先跑一次完整的功能給各位看 呃好 那剛好遇到這問題再講 就是當你調式停止以後 如果你要再重新啟動 請先點兩點調式 回到正常模式再點進去 這是按鍵精靈電腦端一個bug 當你跑到底的時候 你停止了又開始 它會直接判你停止 它並不會運行 那各位不要以為自己寫的腳本沒有用 只是 它的bug 好那我就讓它開始跑 好那麼各位就可以看到 我目前腳本 因為我避免浪費AP 所以我目前的腳本很簡單 按下Extra Quest 再按下這個 有婚紗亞斯娜的任務 再按下最上級 不對 上級 然後再按下 第一個好友 那我接下來其實可以再設計一個 按下Questo Start 也就是任務開始的按鈕 但是我沒有設計 因為怕浪費到AP 那 這個動作要拆解成幾步 第一個 Extra Quest 這個按鈕有沒有在中間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按下去以後 各位會看到 剛剛loading比較長 要判斷loading結束了沒 第三個 它有個很短短暫的時間 loading結束以後 其實這個盤會空空的 它還需要讀取這些按鈕的圖才會出現 所以我也要把這一步算進去 那 我把我總結起來的動作 開一個文字檔 免得用說的都說不清楚 1 按下Extra Quest 2 等loading 跑完 3 等任務盤出現 好 那接下來4 按下任務 按下任務 按下任務以後 它會看到特效 它這是左右移動的 那它這個 這一盤就會從右邊移到中間來 那 這個移動 是 等到 任務等級 盤移動到中間 那接下來 我點選上級 5 點選上級 6 點選第一個好友 那這就是我們今天腳本的動作 拆解出來 就是這樣子 好 那麼 首先我就先來介紹一下我的韓式 那 我這個 因為它 呃 這一行不必要 我先砍掉 那 我 我這個 我這個 腳本是這樣子的 首先 我先看這5個 因為各位可以看到 當我在滑動的時候 然後 被判定按定了 當我在滑動的時候 它會 到第幾個 它就會亮藍燈 其它亮灰燈 那我就讓它亮 那我就 可以用 我就可以用這個來判斷說 我 有沒有打到 Extra Quest這個按鈕 沒有的話 那我就利用遊戲這個特點 當我跳到別的標籤再跳回去的時候 它會從第一個開始 所以我就 FindColor 然後 接下來 這個 FindColor是什麼意思呢 首先 FindColor 這個 就是 第一個就是 起始點X坐標 起始點Y坐標 中指點X坐標 中指點Y坐標 先就這四個參數來講 當你在找色的時候 你要從一個區塊來找一個顏色 那麼 我就可以利用這個 起始點跟中指點來找 假設 我今天 要在 這一隻人物的頭找的話 那我就左上這裡 點一個點 右下點一個點 那是否我就會拉出一個長 拉出一個 四邊形 那 拉出一個四邊形以後呢 我再去 從它臉上找一個點 假設 呃 找到點以後呢 那我再去判 就是 再執行下一個動作 像這一個 就是 從 坐標 1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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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0 這按鍵經理卡卡的 等它回復正常一下 好了 我移動到145 490 那 各位就可以看到 1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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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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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155 10 145 156 144 1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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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つ 1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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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145 像我這裡就是偵測它是不是灰色 那這個0不用管它 因為這個是偵查模式 通常都用0就可以了 這邊就不再多說 如果想深入了解可以到 暗箭精靈的網站上查看 那麼這個就是相似度 0.85 通常range都是0.5到1 那它會偵測和這個顏色的相似度 那因為這個灰色 各位可以看到 當我的游標在變動的時候 這個顏色也不同 那因為我只是要找色塊 所以我就讓它0.85 等於說這個範圍 只要靠近這個顏色的範圍 它都算有找到 那px py呢 就是它找到顏色的坐標 沒找到顏色的時候 就是以-1計 所以 我這邊就寫 如果px-1 和py大於-1 這麼做是為了 避免說 只找到x座標 沒找到y座標 那其實沒有這個點 它也算進去 那我就加個and 疊起來 那麼 當你要使用px py的時候 那麼 那麼要使用px py這個變數的時候 我們需要先定義 也就是這第一行 Dim px py 那這Dim其實是從 Dimension來縮寫的 好 那 接下來 這個go to clickEX quest 這個clickEX quest 其實是我定義出來的 那麼 通常 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 go to 跟remark 簡寫為rim 那麼 這個就假設說 跑到這裡 那麼 如果符合這條件進去 它就會跳到這一邊 否則 它就會 跑這一邊 那這個touch delay是什麼意思呢 touch 也就是說你的 touch 有三個參數 第一個x座標 第二個y座標 第三個也按下去的時間 那 這個go to 你 這個remark 就是 它 假設我go to 到clickEX quest 那它就會到clickEX quest 這個 標籤這邊 開始跑 那麼 delay後面這個參數 就是 毫秒 就是延遲的意思 所以我這個就是判斷 我剛剛這第一個區塊 如果是灰色 如果是灰色的話 那 如果灰色 有找到的話 那就到 clickEX quest的這一邊 否則 按一下 102528 也就是這個位置 按一下 51528 讓這個EX quest的 重新跑出來 那麼 那麼 接下來這個 接下來這個 就如 這個注解所說 Click Extra quest in main page 按下 EX quest 接下來 接下來 這個 會發現 它這居然沒有藍字 那為什麼可以用呢 因為我使用了 自定函數 那自定函數 怎麼定義呢 首先 你要先設一個名稱 那如果你這個沒有 參數的話 這邊就不用打 你只要打 就可以了 那如果有參數的話 怎麼用呢 就是 這邊 參數1 參數2 參數3 4 以此類推 那你可以為它命名 接下來 我就是使用 Do Loop Until 這個 函式 去讓它跑 那 這個動作就是說 我先找顏色 然後 根據我這邊定義了 參數1 EX 那 SY EX EY Color Hex 然後0 然後 Similarity 跟PX PY 那我這麼做是為了 假設你如果沒有設置 自定函數 你每一次 執行這個類似動作 都要打這麼多 那我現在只要說到 一行就夠了 在閱讀上 簡潔許多 那 我定義 SX XY 也就是 起始點X 起始點Y StartX StartY 跟EndX 也就是 中指點X 跟中指點Y EndY 然後 顏色的 16鏡子代碼 Color Hexademical 然後 Similarity 相似度 PX PY 定義出來的 坐標點 那 當你找到不是-1過後 你需要執行下一步 那執行下一步 同時 我把PX跟PY 重設為-1 以便讓下一次再使用 那麼這個 是從剛剛衍生過來的 只不過我多了觸碰 因為有時候你可以一直 觸碰同一個點 觸碰直到 找到一個東西過後才跳出 所以我這邊又多兩個參數 TouchX TouchY 對應這兩個 觸碰時間一樣5毫秒 為了程式不要反應太... 為了程式的反應齁 要讓它反應 所以我就Delay 0.75秒 那麼 就如這個註解所說 我就找 221-520還有 232-539 相似度 1.00 也就是完全精準 根據6個F 也就是白色下去找 找到以後呢 跳到下一步 170-475-190-500這個點 找尋3513BB這個點 然後1.00相似度 那接下來 找 這兩句 第一句就是說 如果 你的Loading結束了以後 換到這邊 那 我就 繼續找 找到這一個任務盤出現了 出現了以後呢 那我再點 我要執行的 任務 那 我的任務的點在180-289 也就是 這一個點 這一代 也就是這個 White Dead 大決戰 這個位置 點下去以後 也讓程式反應 Delay 0.75秒 再選擇 我要執行的任務級別 185-285 也就是在這一代 那 185-285後 一樣Delay 750秒 0.750毫秒 0.75秒 進去以後呢 那我就 一直點最上面 一直點最上面 這個 像 Nordox這個位置 一直點 那這個觸碰點在188-147的位置 那一直點 直到我找到 Cresto Stato 這個按鈕為止 那這個按鈕呢 我是拉一個 165-474-196-485的方塊 然後找尋 FFEB00這個顏色 相似度 完全相似 那這就是我程式的結構 那 跑出來 剛剛就給各位跑過了 所以這邊就不再跑一遍了 那基本上寫腳本的邏輯很簡單 你要做什麼動作 當 他的畫面有變動的時候 就是一動 那你就寫出每一動 接下來 規劃程式怎麼跑 就一直規劃規劃規劃 他就會幫你做了 那 目前我基本上 會用到的就是這幾個指令 謝謝大家的觀看 那如果 你想要更多關於電腦的技巧 我以後 有可能會拍Visual Basics 或Visual C-Sharp的一些 程式語言基本教學影片 如果有興趣的話 歡迎追蹤 或是按鍵精靈腳本 我應該還會再拍一個比較進階的 也歡迎追蹤 那麼 教學就到此結束 謝謝各位